当你刚给朋友发送了一段语音 正在感慨自己的声音好听时 无意间回放录音 却发现录下的声音 和自己平时说话的声音并不一样 不仅有些陌生 甚至还有些难听 可令人不解的是 这种声音在别人看来 却正是平常你说话的声音 那自己说话的声音 为何会与别人听到的不一样呢 其实这和我们听到声音的方式有关 当你在KTV放声高歌时 音响中传来的声音 和自己平时的歌声并不一样 这是因为我们听到的声音 是从音响中传出来的 我们普遍认为声音就是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 它无非只能通过空气 物体或液体这三种介质传播 当声音在空气中以波的形式传播时 声波就会引起耳膜震动 进而传递给听觉神经 听觉神经会将信号传给大脑 耳朵自然就听到了响声 不过他人听到我们说话的声音 却和我们自己有着很大的差别 这是因为当我们听到自己声音时 还有一种能传递声音的介质 那就是头骨以及骨骨 这种声音的传导方式名为骨传导 当我们发出声音后 震动便会通过骨传导 将声音传递到内耳 此时耳朵就会对声音的音色和能量 产生不同的印象 因此我们才会误认为 自己说话时的声音 恰好和别人听到的声音是一样的 除此之外 声音除了通过三种介质传播 还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就比如环境 假如声音在空气中传播 那么在环境的影响下 声音的能量便会大量衰减 音色也会随之改变 在一些录音软件中 我们听到自己录下的声音 其实正是别人听到我们说话的声音 而对于我们自己听到的声音来说 除了骨传导 其实还掺杂了一部分的空气传导 少量的声音通过空气传给听小骨 另外一部分声音 则是通过咽喉发音传导颅骨 在震动的影响下传递到内耳 通过这种组合的方式 声音的能量和音色也会衰减许多 不少人肯定都有过这样的感触 那就是觉得自己的声音比较低沉 而且声音颇大 可有时在别人看来 你的声音却并不是这种感觉 至于我们觉得录下的声音难听 其实只是单纯的不习惯而已 虽然录音只能通过空气传导被我们听到 但这种声音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差别也不会和自己听到的声音出入太大 只不过因为听得太少 所以才会有种异样的感觉 倘若你长期从事声音方面的工作 能经常听到录音设备中传来自己的声音 那么听习惯了以后 会觉得自己的声音同样是非常好听的 感谢观看